师父 为什么很多小哥哥 衣服不是旧到不能穿 就不换 生病不是痛到忍不住 就不看 工作不是累到实在撑不住 就不变 一个手机 一个背包 都能用上许多年 他们为什么 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因为这就是男人啊 他们是家庭的支柱 是家庭的脊梁 男人的使命和尊严 在告诉他 要为他的家庭 撑起一片天啊 那他那么辛苦 更应该好好休息 更应该对自己好一些呀 男人不是不想休息 而是不敢休息啊 因为没有足够的存款 不敢说累 因为没有成就 不敢偷懒 因为需要生活 可以放弃选择 但没法选择放弃呀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